有一點沒辦法出現 主要是這邊特別注意 將來應該你們在考試的時候 這邊的幅畫位置正確 那這邊的平方會在上面 那因為這個他可能沒辦法顯示 那另外當然如果108、110的話也是一樣 會有類似的問題 其實這邊的話也是 n乘上s的平方 那平方的話其實幾個方法 你要不就是相乘兩次 要不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用那個早上講的乘乘 乘乘兩次乘乘平方 這樣也OK 乘兩次的意思 那乘三次乘四次 其實一直類推 那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當然也是一樣 那我們第一個以後考試 你要先看一下輸入什麼 所以輸入兩個東西 那一定要input 那input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不知道 那他如果輸入數字的話 就用eValue來轉好了 會比較不用去轉 如果你用imt的話 如果有小數點 那可能就出錯 那float是轉小數點 反而 所以乾脆用eValue好了 那以後你們考試就記得eVal eValue部分 然後輸入 所以這邊的話就輸入兩個字 8跟6 輸入完之後的話呢 輸出什麼 就是這個結果 那理論上的話呢 這個我們的面積等於 那後面的數字 假如是用print輸出的話 那你也許加豆點 豆點的話 但豆點特別重要 會多一個空白 那空白有時候會是 最後的差異 有時候同學評分評不出來 一直都是錯誤的話 那有可能是空白 那如果說你們現在考試的話 因為我講過 他滿費100分 可是不是要100分才發照 70分就發照 所以有的時候你卡住 你一題不要卡太久 不要說你那一題 光卡住很久 那後面還有很多題你沒做完 那反而不划算 倒不如你那一題先卡住那關 你就是先做其他題 比較有把握的先 反正只要能夠70分 你就拿到證照了 OK那目前因為這個證照 他出來沒有很久 所以其實他的那個難度 其實都會比較低一些些 而且目前來說 應該雙數題 可能現在是最大的 那如果你怕萬一的話 你單數題也把它做一做 不過理論上看起來 應該甚至呢 還有得到一些小道消息 就是我們來看 那基本上他的面積就是這個公式 所以其實這個公式裡面 比較特殊的就是什麼 這個 這個10 那他有講到說 max.10 這個 這裡面如果你要取得這個 當然有什麼 sign cos那些 其實說真的以前數學取過 可是基本上用到接很少 但 Python 他也不是說叫你要把那個公式 全部都把演算法寫出來 不用 你就呼叫他 他就給你結果就對了 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他就是呼叫 那這個方式 他return一個值給你 放在這邊就OK了 另外還有個π 所以呢 如果以剛剛的方法 我們就先輸入兩個值 然後呢 把公式帶進來 輸出結果 格式化沒問題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一題 剛剛有講過類似的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好了 第一個的話 因為他會需要什麼 需要一個mass 所以我們import一個mass 再來我會需要兩個值 一個值的話呢 是n 那個n的值的話 指的就是 這個第一個值 他說裡面是一個什麼 應該第一個值是 證數n n的話它是代表什麼呢 兩個證數 代表 正n邊形 是邊長 邊長為s 然後n 正幾邊形 比如說正方形是四邊 五邊六邊 那比如說他是正八邊形 然後他的邊長 六 OK 假設這樣面積多少 他就幫你算出來 但是呢 其實重點我們不是在那個 面積的計算公式是怎麼來的 反正考試是這樣 你就要把規則記下來 然後把需要的東西輸入上去 所以n邊形幾邊 我們輸入八 邊長為六 那面積是多少呢 那我們一樣 把這個公式帶進來的話 他基本上 就是 基本上就套用 n有沒有 乘上s的平方 所以關鍵就平方 你要記得 以後寫平方就乘乘2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 是因為我們mass.10 這個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它怎麼樣 帶過來 但是前面要加一個mass.10 意思是說我要呼叫那一個方形 幫我取得10的值 然後再來就是說 pi的值一樣 mass.pi 那剛剛有講過 然後再除以它是幾邊 最後的話呢 要格式化成什麼呢 格式化成 小數點的 第四 他在這邊輸出的 小數點第四位 所以我們如果要第四位的話 也是可以參考什麼 參考這邊的 這邊的詞 那一樣就是說呢 我可以 把這邊 先這樣子 一樣 就是先取它的空白 一個空白 兩個空白 因為我們不是直接 不是直接什麼 豆點 我們要formate 之前是直接豆點 豆點 然後把它的值放過來 它會自動幫我加個空白 所以這個空白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要formate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formate 就是要放值的位置有沒有 再加個大瓜糊 然後冒號 我習慣這樣 大瓜我冒號 那取到小碎等第四位 就什麼 點4 F 這樣就OK了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反正摸你打熟之後以後 工作上也會用到 而且 記得好像 Java裡面用的方法也蠻類似的 formate 它其實也類似 像C++裡面也有類似的用法 所以其實大度小異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如果把它執行過 分別輸入什麼呢 八邊 八邊 正八邊形 它有邊長是6的話 面積多少輸出 OK 那如果看到的結果 是跟這邊是一樣的 而且連空格都要特別小心 輸出結果沒問題 那應該這樣就得分了 OK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剛剛講的就是 就是那個第一類的雙數題部分 另外還有那個單數題 單數題的話 請各位 如果有時間 課後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自己再練習 反正這些東西就是增加各位功力的 一些練功題 除此之外 我們那個上課的那個 那本上課的用書 裡面也有蠻多範例題 如果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一樣 就是開一個module 把程式打進去 練習看看 如果你這些題目都有練過 我相信你的程度 Python 至少程式的程度 應該會慢慢累積 而且會越打越順手 考試的話就會更有信心 那這個Python證照 我覺得 你目前有取得的人並不多 而且目前對於Python的工程師的需求 應該會越來越 越來越多 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你提早 比人家擁有這個證照的話 我相信還是有一定的 這個優勢 但是我也強調 真的你不能只靠一招辦事 就可以 什麼都OK了 最好是 你這個 這個工具熟了之後 其他 那個語言也可能要稍微熟一下 目前金融業 你要面試一些 至少他好像還會要VBA吧 跟Python 或者像R語言 不過感覺R語言剛開始好像蠻夯的 可是慢慢慢慢好像越來越弱掉了 R的部分 目前好像慢慢就轉移到那個 用Python的這個 相對的比例上會越來越高 而且 最近又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Excel裡面那個 開發環境本來是VBA的 可能會在下一代的版本 會變成Python OK 以後的話你打開開發環境 奇怪 VBA不見了 變Python了 但這個只是 從 聽說啦 當然有可靠消息來源 但是 問題哪個版本 或者是說它是怎麼變 比如說它是不是說同時存在 還是說就把它取代掉了 這個目前還 不得而知 可能要看下一個版本吧 201 再來可能2019的版本出來 那就知道 另外它即便取代了 可是 新舊版本交替 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我們都換成Office 比如說2019或2020 所以等到那個效應 這個 出現 還會有一段時間 那目前來看 當然 VBA 學起來其實還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它 什麼東西都有了 然後直接在Excel裡面操作資料 我就覺得 目前用起來 應該是 處理資料裡面最簡單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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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